孔强出生于1958年12月11日,本名庄永轩是著名的电子琴乐师,他原来是一名卡车司机,由于热爱乐器演奏,后来在台式综艺节目《龙兄虎弟》的招牌单元,音乐教室中担任伴奏,开启了成名之路。 同时,也在中式张飞主持的综艺大哥大中,长期担任伴奏,后来,又在民事节目《诸葛会社》中担任伴奏,与诸葛亮配合默契。 5月份的时候,他在节目《单身行不行》,侃侃而谈感情生活,自曝结过三次婚。 第二段婚姻结束后,自己还净身出户,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。 在节目中,他坦言,19岁时与初恋女友是凤子成婚的,并说,闹出人命来了,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,但是因为年纪太轻,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。 细数想想,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。 孔强回忆,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,没有时间照顾家庭,导致十年后婚姻破裂。 恢复单身后,孔强在钢琴酒吧认识了第二任妻子,考虑女方家长希望女儿有名分,三年后他再度进入了婚姻。 对此孔强笑谈真的莫名其妙,又结了一次婚。 婚后,妻子表明不喜欢孔强的职业,希望他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,最终双方没达成共识,几年后和平离婚。 孔强感念他跟了自己那么久,什么都没得到,索性把财产都留给了对方,并说, 离开的时候,我只开一部车,还有我一部琴。 同时感谢前妻,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,还赞赏他把儿子交得很好。 历经两段失败的婚姻,孔强开始检讨自己,觉得是因为之前太自我,并坦承了自己那时候的想法。 说道,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,对方应该跟随我服从我,所以也不应该说太多。 后来他才意识到,这是不对的,夫妻该要互相忍让,都为对方设想。 后来孔强,认识了小自己14岁的现任妻子黄佳颖,两人爱情长跑六七年,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。 他与现任妻子在餐厅相识,聊到交往过程,其现任妻子说,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,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, 每次去上班我都低着头做我的事,下班就直接回家。 所以他们刚认识的那三年,没有任何交集,会结下缘分,是因为当时孔强和别任何开公司,之后公司出了些问题, 妻子跳出来帮他处理,也因为这样,两人陷入了爱河。 至于为什么要等到交往多年,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,女方表示,因为他的小孩结婚要给个名分,虽然我们处得很好,但是没有名分要怎么称呼。 于是,孔强决定三度结婚,孔强形容对方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。 结婚20年,除了睡觉都没看过妻子素颜,更感动的是,对方为了照顾自己前妻们的三个孩子,宁愿选择不生,并协助打点家族的所有事情,让他能无后顾之忧地打拼事业。 除了感情方面坎坷,在事业方面,孔强也曾遭遇不顺遂之事,多亏有现任妻子的帮助。 孔强在接受专访时,回忆起了当时的负债情况,叹婉地说,当时面临张飞暂退演艺圈,节目改行,同类节目减少让自己收入锐减,加上之前投资餐厅工作室失利,欠下600万巨债,只能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。 最后,孔强随着费玉清世界巡演,跑遍美国、中国、越南、东南亚,不过即使是最贫穷的时候,他也没有想过轻声,也不愿伤害家人,并说我要扛下来,才能兴望我的王国。 之后,他只能努力工作,回忆起当时的境况,他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,全球第一家音乐制作公司,规模做得很大,欠了国税局一堆不能不还的债,只能和国税局签约,按月分期还。 我把欠债的支票一张张贴在墙上,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,压力很大,可以说是被钱追着跑。 收入时好时坏,支出却一直是那么高,只能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,最苦的时候,还接下在过年期间拍摄的《台湾灵异事件》,一级酬劳一万五千元,拍摄一星期。 他觉得,人只要善良,厄运都不会跟随太久,孔强只是一时过不去,能帮忙就帮忙。 此外,他由于上班太忙,没怎么花钱,就存了一些积蓄,还把西餐厅和车子卖了,帮丈夫还债。 他在债务快,还完的时候,还大胆买房。 以前巴友台的一个总经理,让孔强去开一档歌唱节目,开会时,妻子在楼下一职等孔强。 孔强为了打发一下他,就让他去看看前面不远处的房屋租售。 结果孔强开完会议问,妻子已经把房买了。 孔强当时就跌坐在街上,没想到住进去之后,万事顺利,节目做也做不完。 自此,孔强在妻子面前讲话的声量都小了一些,并说他压对边了吧,我就尽量闭嘴。 而主持人也夸赞女方很有智慧。 生病的时候,妻子也对他不离不弃。 此前黄佳颖发现孔强有无药可治的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,缺氧轻则变植物人,重则去世。 也有三高的高血压,高血糖,高血脂。 于是开始为孔强细心打理身体,提醒他饮食清淡。 按时检查,让孔强感激地说老婆是他生活的时钟,也嘴甜地表示,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。 还说若自己先走,你立好遗嘱不让后辈吵架,但若老婆先走,自己会死守着房子感受他的气息,钱财对我不重要,要的是感觉,会保留他喜欢的每样东西。 先前孔强还曾在节目中,形容自己宛如活在生死边缘,之前他晒出日常生活照,照片中他整个人暴瘦,许多粉丝看了相当忧心,纷纷留言怎么变瘦那么多呢? 对此他透露当时瘦了25公斤,还说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,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生活,感谢各位朋友关心哦。 之后,孔强再度出席公开活动,健康状况同样引起关注,当时他已增胖成功现身公益活动,气色不错,并透露,现在每天都在享受寒衣弄孙的生活,表示相当感恩,也相当珍惜现在的生活。 同时,随着瘟疫逐渐趋缓,电视节目也解封恢复正常录像,而孔强尽管工作忙碌,仍时常通过脸书分享生活境况,亲自与粉丝互动,深受粉丝喜爱。 近日,孔强在脸书晒出两张照片,只见他身穿白色T恤,头戴白色鸭舌帽,对着镜头开心比耶,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,他表示自己终于打到疫苗,也准备好面对可能会发生的情况,但仍不确定身体是否会出现反应。 当天孔强还兴奋地叫了院长一起自拍,夸在院长年轻又帅气,打针下手非常温柔,因此不太有感觉。 值得一提的是,孔强在诊所接种时被医生认出来,对方一开始见到戴着奥运口罩的他,还以为是运动员,直到口罩一拿下来才惊觉居然是孔强,他也跟粉丝分享,表示医生说从小就在加拿大,看着他录制的电视长大, 还觉得他怎么瘦那么多。 谈记现况,孔强自曝近几年饱受糖尿病,高血糖,高血压所苦,曾因罹患糖尿病没有控制好,一度暴瘦25公斤,体重仅52公斤。 他进来上节目谈记,一度因患糖尿病身体虚弱,后来有忧郁症,曾冒出不好念头,前两年差一点要跟大家说再见。 孔强表示,当时身体状况不佳,录像后台有摆一张床垫,在录像空荡,他就会躺着休息,我躺在那边,快不行了,又因工作关系长期吃便当,我一年大概要吃500个便当,每天没的选择就吃出毛病来,慢慢觉得糖尿病就像身体是一个糖水, 把器官泡在糖水里,泡久了以后都败坏了,回不来了,而他与诸葛亮交情甚好,孔强表示,当年诸葛亮一语成衬,朱大哥说他如果走,什么都没留给我,糖尿病送我啦,后来孔强体重一度降到52公斤,还罹患忧郁症,那阵子觉得,我已经快死了,我真的快不行了,我看不到我家人了。 不过,现如今孔强的身体状况也在不断好转,在妻子的帮助与陪伴下有了新希望,曾经的苦难都已经过去,祝愿今后他能与妻子共度美好岁月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,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